世界上最卷的人是谁 是创办了多家公司并睡在厂旁的马斯克 还是四点半开始办公 晚上最后离开的库克 还是除了工作 没有其他爱好的周鸿一 这些卷王都是出了名的工作狂 最近娱乐领域的卷王出现了 有一个人要卷出天际了 那就是在综艺节目喜人奇妙夜 获得最佳编剧 微博最热作品 最佳喜剧小队 年度冠军喜团 并同时在另一个节目 喜剧之王单口记里边 拿到了排名第一的新任卷王 教主刘洋 他卷到什么程度 已经几乎24小时不睡觉了 不停的写稿 转场参与节目 甚至还没有耽误健身 据他的队友介绍 他看到同行比他卷 他就想跟上 甚至在健身美容上也要拼一拼 而且大家发现没有 这些卷王的成绩 有目共睹 都是各个领域的佼佼者 主动性极强 他们不断打磨自己的产品 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和资源 矫准方向 持续努力 不断的获得阶段性的荣誉 又不断的激励自己 充分证明那句话 台上一分钟 台下 那他们是如何保持如此高潮的工作状态的 他们是如何保持这么高潮的工作热情的 你是否也想跟他们一样的 不想 哎 我就知道 大部分人看着刘洋如此的努力 就是看个故事 只能仰望 无需跟上 睡眠自由 永远的追求 现在的世界 想轻松过一辈子 应该不难 家境相对几十年前 富裕了很多 打个工 就能满足日常时刻 不结婚 不生死 也能接受了 在家啃老 也不是不行 如果这是你心甘情愿的人生 我也不想劝你了 因为人类的进步 会允许越来越多的懒惰的人生存下去 Samu Altman都要给你发AI补助金了 但是如果你还有一丝欲望 想比别人过得好 那这些卷王又应该是你的榜样 同时呢 我也确实有方法 让在座的各位 转变成积极努力的卷王 咱打不到卷王 咱做个卷王二分之一也行 那位同学都知道了 我要推书了 这本书叫高能量状态 他指出 真正影响你前行的 不是智商 不是情商 而是你的能量 就是说你笨或者蠢都没事 只要你有不断前行的power 你就已经能有所收获 这本书的作者叫苏瓦尔玛 是美国的资深心理治疗师 911事件后 那些在世贸中心上班人 有很多都出现了精神上的病症 当时呢 就是他担任的世贸中心的心理健康项目的首位医学主任 以及主治精神病专家负责疗愈这些有心理创伤的人 迄今为止 他对压力 抑郁 创伤 内耗等精神疾病 有20年的深度研究 在这20年里 他总结了一套 实用乐观主义行动方向 可以帮助人们实现自身的高能量状态 他认为啊 一个高能量状态的人 会由内而外建立自己的价格体系 不因外界的变化和他人的眼光而内耗 并能有效保护自己的能量 将自己的精力用在最需要最有价值的地方 从而充分体验到快乐意义与掌控感 就是说啊 一个高能量状态的人 很明确自己想要什么 不会因为外界的变化而轻易改变 并且能将自己的精力用在最应该用的地方 从而能收获到快乐意义 以及掌握人生的这种感觉 这种承拗感会让你持续的变好 这些年因为一些精细状况 大家过得都不太好 这本书呢 很值得那些不如意的人 还有迷茫的人来读一读 并且呢 要按照适合自己的方式形容起来 这里面讲了很多案例 有事业家庭出问题的营销主管 有三个孩子的职场妈妈 有不被认可的职场人 还有911灾难的幸存者 也有难以拒绝社交承诺的普通人 这里面必有适合你接见的案例 大部分人都是懒惰的 你稍微努力一下 你就是人中龙风 犹豫就是你最大的障碍 不到40块钱的书 不值得你还要思考一下 立刻拿下 读完来感谢我 今天就到这里啊 下期再见